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对于我们当地的这些环境造成一些空污上面的危害 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就是透过这个纪录片来了解台湾 不同的这个工业区所产生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首先想请教这个明镜的就是 您自己长期在做台湾的一些空气污染的这样子的一些观测 对于台湾的不同的工业区所产生的这个空污的这些问题 那您自己这边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是 其实台湾西部的平原里面 你可以说从北到南都有或大或小的工业区 那面积比较大的其实大部分是设在中南部 像以我们高雄为例 大概北有这个人武大赦工业区 南有大发工业区 还有陵原石化工业区 甚至于还有更大的这个临海工业区 整个面积可以说是从数百公顷到上千公顷都有 那像以临海工业区来说 它的状况就可能跟这部片子的状况非常的像 因为它有很兴盛的那个钢铁液 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污染物 那这些工业区其实大量排放的悬浮为例 还有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那还有很多的挥发性有机物 而且是有致癌性的挥发性有机物 那刚刚讲到的这些工业区 大概如果以高雄来说 其实这些重工业大概大致上分成石化业 钢铁业跟电力业 电力业里面特别是以燃烧煤矿的这种活力发电 对活力发电为主 那还有最近这个日月光的事件 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还有相当多的这种电子加工业 都造成非常多的一些污染 那在空气污染里面 这些污染每一个行业的污染 其实都非常的严重 那不管是硫氧化物或者是氮氧化物 其实它经过二次的一个污染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衍生的悬浮维力 就是气胶 这种PM2.5细悬浮维力这样的污染 到空气中 那其实这些污染物 其实因为它太细小 所以它很容易透过我们的呼吸道 就到我们的肺腹的深处 那甚至于到我们肺腹深处的时候 是在肺泡里面做血液交换 那经过肺泡的血液交换 其实就会到全身 所以它的污染其实伤害是非常的大 那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二次污染 那这个二次污染它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因为它刚排出来的时候 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可是这些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会慢慢变成它的这个 就是进行一些光化学的反应 那最后呢就变成更细小的细旋浮卫力 这些细旋浮卫力上面 有可能会吸附了一些更严重 我们担心的像代曜星啦 重金属啊 或者是这个片子里面有提到的 PH这种多环芳香氢的碳氢化物 那这些物质的毒性非常的强 那一旦就是吸附在旋浮卫力 或细旋浮卫力上 进到我们人体的呼吸道 然后就像刚刚说的 透过血液的循环道的全身以后 它带来的影响 包括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肺性癌 这个很可能发生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那甚至像很多的心脏血管疾病 可能都跟这些污染物是有关的 那更不用说刚刚说到 这些有致癌性质的一个 挥发性有机物 其实它对人体的各个领域的健康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是 那我们在影片中呢 它特别有一直在强调一个 这个本病病这样子的一个污染物 那它特别强调说 这样的毒性非常强 那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部分来帮我们做点解释 是在影片里面好几次都有谈到这个本病病 也就是这个Benzone Pyrene这样子的一个污染物 这个污染物质 它其实就是多环芳香氢碳氢化合物的一种 那一般简称为PAH 其实这种PAH是非常毒性相当强的物质 那在国际上有很多的关切这种化学物质清单的团体 民间团体 其实最近已经就是陆续去整理出一个立即应该淘汰的物质清单 事实上这个物质我们查过就是在这个清单里面 这个清单我们把它简称为Think List 就是立即应该淘汰的清单 那代表就是国际上其实对于这样子的物质都了解 它的毒性非常强 那它的毒性呢包括致癌性 也包括制突变性 也包括生殖毒性 所以像这样子的 它会传到下一代去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像这么的致癌性这么强的物质 其实很可惜 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就是说 到现在我们 其实我们台湾有使用的七万多种化学物质里面 像这样子的物质 其实它是我们看得到这里面的物质 但是它并没有被列管 像我们现在毒性化学物质里面 到现在只有管302种 那刚刚讲的这种本病币 就是Benzong Pyrene这样子的一个物质 它也是非常毒的物质 可是竟然还没有放到 这个毒性化学物质的列管清单里面 所以其实地球公民基金会 这几年也一直非常努力 在这个促成 最近刚成功修改 这个毒性化学物质的管理法 毒管法 那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国人 接受这个化学物质的 这种暴露的情况下 它资讯要更被充分的接 而且要让大家知道 这些毒性这么强 而且要从源头就开始管制 从登陆各方面 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管制 其实刚好这个物质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那像这个本病币 它是哪一种产业 特别会制造出这种物质呢 这个影片里面 就是刚好说到这个钢铁液 那钢铁液因为燃煤 煤矿在燃煤过程中 确实很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些 污染物质出来 但是这样子的污染防治 其实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我想在影片里面也看到 就是说居民啊政府 一直在要求就是说 他们所排放的污染物要减量 那污染的减量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 那个钢铁液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那甚至于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地球上还有 是不是要这么多大量的这个钢铁厂 是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有一些应该工业城 它的这个空气污染状况非常严重 可是我们常常会发现说 这样子的空气污染 它并不会独立发生的 它常常会伴随其他的污染 而且常常因为有空气污染 对环境也造成了相当的危害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来谈谈 透过空污去造成这个环境上 其他的伤害和影响的范围还有哪些呢 对其实空气污染物 它不单只是空气的污染 比方说像刚刚讲到的流氧化物 流氧化物它因为它可能被排放出来以后 它的生命期有好几天 所以它在整个大气的传送的过程里面 它可能会跟水发生反应 然后就会变成硫酸 那所以呢它就会溢入我们的 这个云雨的系统里面 这种情况下 对没有错 它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云雨酸化了以后 那pH值一旦低到5一下 它就变成是酸雨 那所以呢它可能会随着降雨 下雨的时候或者是下雪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浪漫 下雪 可是它如果是酸性的 其实就会伤害 就不浪漫了 对对对 所以甚至于是在雾里面 那其实这是在有下雨的 有天气状况下 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气候条件之下 这些污染物 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可能就沉降到地面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不管是我们的土壤 或者是我们的河川湖泊 其实都会酸化 那这样子长期酸化之下 当然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鱼类 海洋资源 就是酸化的这个影响 很可能有些鱼就没有办法再生存 那甚至于很多植物 是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条件下 长得很好 农制物的收成一定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整体的环境生态 影响可以说是无远伏接 是 那另外我们发现这个空气污染 它其实会跟气候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影片中就特别有提到 当在冬季的时候 有一种逆增现象的时候 会让这个空屋的状况 会更加的严重 那我们也发现 好像台湾在一些特定季节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这空气品质特别不好 那是不是可以谈谈说 在不同的这个气候对于这个空屋的状况 它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是 这影片里面谈到这种逆温的现象 简单来说 因为我们所存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是在这个所谓的对流层里面呼吸 那对流层的空气 照理来说 它的空气的温度 应该是要越往上的地方 会比较冷 所以我们爬山的时候会觉得 就要多穿几件衣服 那可是呢 在一些特殊的气候条件之下 它的情况是相反的 反而是我们这个呼吸的 我们在地表上的这一层 反而它是比较冷的 那上面这一层比较高的地方 它反而温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当暖空气在上面的时候 就变成好像 我们这个所存在的地表上面 有一层盖子 把它封住 那封住以后 这个地表上 如果有一些污染产生的时候 它就不易接着 获散作用出去 所以它就会一直 一直蓄积在我们所存活的地表 那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所谓的逆温 在内温现象之下 就是只要有空气污染物 可以说就是很容易 就存在这个地方 不容易扩散出去 那台湾来说 其实以中南部来讲 其实秋冬的季节 是我们空湖非常严重的季节 我们有会有这种 这种内容的现象吗 也是会有 因为这样的气象条件 是还是会发生的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改变 这个气象条件 所以我们只能做到 就是地球公民基金会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回到 真正的污染减量 就是从源头管制 我们能不能不要制造 这么多污染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这个气象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忍受 这种很严重的污染 然后蓄积 然后扩散出去 是 没错 那我们在影片里面 看到这种空气污染的状况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都会觉得很痛苦 尤其是孩子 在那些攻击成 那个零岁到六岁的孩子的 这个呼吸道的疾病 罹患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其实就目前来看 我觉得好像从我们自己印象中 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 在呼吸器官上头 有这么多的这个过敏的状况 好像现在的状况 这个孩子得到过敏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是不是可能 秦敏你来跟我们谈谈 像这种空气污染 造成的这种呼吸道的 这种疾病的感染 它的影响的状况 分别是怎么样呢 是 其实像我们在高雄 就遇到很多耳鼻喉科的医师 他们就说 这些年来好像 小孩子进来看感冒的 那个比例里面 就是有 刚好他又感冒 然后他又有这种 过敏性气喘毛病的 这个小孩的比例越来越高 就是有过敏儿 那其实刚好我自己的小孩 我女儿在两岁半的时候 他第一次在感冒的时候 就又发了气喘 那那个时候呢 医生就开给我们这样子的药 就是所谓的这种 支气管扩张剂 那有一些甚至是 含有一些类固醇 那其实像这样的东西 我想是没有一个家长 希望放在家里当场备药的 因为在两岁半 他发生第一次这样的状况之后 又陆续只要每次感冒 就会冰发气喘 那当时医生就跟我们讲说 其实这个空气品质不好 是很大的原因 否则的话一般只是单纯的感冒而已 像这样子的问题就是 但是我想是普遍存在于相当多的这种污染的城市里面的父母的心上 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没有一个人希望这个家里的小孩 每次一感冒就会病发气喘 因为气喘是有一些危险性 让它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是有可能是危及到它的生命 那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就是整个高雄 可以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事实上严格说起来也不只是整个高雄 第二公平基金会其实是这两年来 一直在呼吁我们的政府可以重视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里面 从彰化南头一直到我们高雄屏东 那这些县市呢 它在悬浮为例的浓度 都是超过我们国家的空气品质标准 也就是说它的悬浮为例浓度是超过上限 超过上限的这样的县市 是属于所谓的三级的空气污染防治区 那最糟糕的是高雄跟屏东 因为我们不只是悬浮为例超过标准 我们臭氧也超过标准 所以是双沙 那这样这个状况之下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南部的污染很严重 那还有中部这样的火力发电厂 还有云林的六清 也都是我们的上风处 它的污染源其实也都会影响 会顺着下去 对对对 在一些气候的条件之下 它的污染吹到这边的时候 就加重我们已经有的污染 所以第二空气基金会这些年 为什么一直在倡议 就是我们要修改空污法 因为我们的空污法里面 本来就可以做 就是当你的污染防治区 你要要求它来减这个污染的量 那所以就是先把这个总量定出来 然后要求这个大型的固定污染源 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消减它的污染量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法已经存在14年多了 还没有实施 因为我们经济部一直不同意 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法源里面 是要会同经济部 同意才可以实施 那我们在影片中看到 其实面对这样子的污染 其实企业也不愿意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可是它的整个营业的项目 就会造成这种污染 所以它对当地的民众 有一些补贴的做法 可能提供这种物化剂 给当地的民众使用 可是看起来 民众都是不太灵情的 那尤其你自己本身 又是顾敏儿的母亲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真的可以补贴到民众吗 真正的解决方法应该是什么 我认为任何的补贴 都没有真正的改善环境的品质 来得更有意义 因为我们其实并不希望说 你先污染了我们 你把环境弄糟了 让我们有一个不好的空气 脏空气在呼吸 然后我们去看健保 我们生病 然后你再补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物化剂 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 我们都不希望说 我们存活的一个环境 是有这样子的污染的威胁 不况像刚刚讲的这些 懸浮威力 细懸浮威力 它其实在不久之前 已经被国际癌症总署 已经分类为所谓的一级致癌物 那刚刚讲的这个 Benzone Pairin也是 这样子的一个PKH 它也是一级致癌物 因为它的毒性实在是太强 所以我们希望工厂 它可以想办法 要把这个污染的问题 就是在防治上要做到最好 那整体的污染要 一定要快速的减量 甚至于我们也希望 就是政府要去想 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是适合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产业来出现 因为台湾是一个 很典型的地狭人丑的地方 既然地狭人丑的地方 只要是高的污染源 它排放出去的污染物 势必一定影响到 邻近的一个居民 甚至于像我们可能 甚至于受到 台中湖立发电厂 六清这些污染 这么更远的污染 都影响到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产业的结构上 整体要去思考 就是台湾未来 是不是还要走这种 所谓的传统的 高污染的 高耗能的工业 这个是整个 釜底抽薪最好的一个办法 是 所以是很空的问题 并不是单一的 这个厂商可以去做 去做思考的 它需要可能 就整个结构上 去做调整 那它花的时间 相对来讲就会长 可是这个现阶段 我们居民的这个健康 就已经受到影响了 那就你自己本身的经验 我们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至少在现阶段 我们可以做一些 自己健康上面的防护 或者是有哪一些的参考数据 我们可以了解说 今天空气品质 真的是不OK的 那我们可以多 可能戴个口罩 或者是我们就减少 外出这样子的机会呢 空气污染很严重的事 有时候是看不太清楚 比如说有时候 悬浮维力浓度很高 你可能还看得到 好像空气中 雾露的脏脏的 但事实上有些时候 你是看不清楚 甚至于像高雄屏东 有时候臭氧值很高的时候 根本也不见得看得到 那所以我们蛮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环保署 的空气品质监测网 我们可以让民众更多人 知道有这样一个网站 就是只要到环保署网站上去看 空气品质监测网 其实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现在的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 空气污染指标 PSI 也可以看到里面的 懸浮维力 细旋浮维力的状况 但是有一些时候 像我们刚刚讲的 挥方性有机物 在那个地方就看不到 所以我想就是说 政府可能必须要用 更好的方法 更让民众容易了解的方法 去知道现在的空气品质状况 其实整体的 公民意识的提升 这是一个很重要 给这些厂商 一个提醒说 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环境 那我们在这次的纪录片 也有看到这些钢铁厂 因应当地民众的要求 就增加了一些 防治空污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有点是 事后去做的一些补救措施 我们如果说真的要 釜底抽新的去解决这些状况 其实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可能需要大家更有公民意识 那厂商要负起 身为一个工厂所需要的 负起的这个社会责任 还有这些政府单位 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做法 那就您自己观察 目前台湾的状况 这三个方向 我们可以努力的重点分别 是在哪里呢 我想企业最基本的 就是要做到手法 像任何不管是 矿气污染的偷排 或者是水污染的偷排 它这种不法的行为 我认为是要完全完全的堵绝 那在政府的部分 除了平时的这个加强的 查气之外 因为我们不可能相信所有的厂商都那么守法 所以这个平时要加强查气之外 事实上现有的法令不断的增加它的 比较严格的排放标准是有必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从更上位的政策 也就是说台湾这块土地这个岛屿 适合承载的多少的污染量 其实它必须要定出一个上限 既然超过的上限 你就要要求现在的污染源 要在一个指定的时间之内 要减量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空屋的总量的管制 那甚至于包括这个产业政策 整体的翻转 那民众的话 我想民众其实从日常的生活消费里面 当然可以做的事情是相当的多 不管我们不必要的生活消费 其实要做减量 因为所有的生活消费 因为需求一高了 生产就多了 没有错 但是平常民众这种道德性的污染的减量 这是当然也是有必要的 可是我想民众的这种生活性的减量 其实相对于这种工业的大排放来说 其实它还是比例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 要从大的污染源的减量开始做起 是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说实在 我们如果真的要 好好地去把这个问题去做思考 势必要面临一些 等于产业转型的问题 那在影片中也有提到 有一些依然很严重的城市 它可能根本就已经不适合人居住 可能都要去 等于要去废弃它了 那以我们台湾地下人数状况 我们要去废弃一个城市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当面临转型 它势必会有相当多的困难 那就这个部分 明明您自己觉得 我们在台湾这种工业转型上 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思考方向 其实没有错 那所有的工厂 如果要关起来的那个瞬间 我们会感觉到好像让一些劳工失业 经济上的压力就会很大了 对没有错 但是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一个单一的小点 或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片刻 必须要从一个比较广的面向 甚至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轴来看 这个台湾的发展 那我想 如果以我们高雄来说 高雄的这个中游高雄厂 其实也就是在后进西的沿岸 那中游高雄厂当时在新建五清的时候 我们政府有跟后进的居民做个承诺 就是有一个25年签厂的承诺 这是一个公文 那这样的事情 其实地球公民基金会一直在倡议政府要 既然已经有这样子白紫黑字的承诺 要能够如期来旅行 那地球公民也跟后进的社团 其实在今年办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净土比赛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想象说 这样一块土地 包括189公顷 现在是被土壤地下水 已经被污染的一个 一个这么大的一片土地 那可以在到时候104年底 官场之后 怎么样透过一个先做一个高污染的 先做整治 那比较低污染的地方 可能用生物的富裕方法 能够让这里的土壤地下水 慢慢慢慢的富裕 变成一个人可以清净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我们办了一个转型为生态公园的净土比赛 对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民间 就是等于是从民间发起的一个 我们自发现的愿景 因为我们从来看到台湾的土地 就是从泥土地农地 好像就被被迫变成工业区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想办法 从这个典范来看 就是已经是一个污染的工业区 已经是污染的土壤地下水的土地 180公顷的土地 我们把它翻转思考 让它重新变成一座公园 假设这么一座189公顷的北高雄 在后进这边的公园 那能够在数年之后 慢慢的真的成为这样子一个 很棒的一片绿地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同时 引进了一些相关的设计啊 各种文创产业 或者是观光的一些其他的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象进来 那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一样是会创造不同的工作机会 一样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友善环境的经济发展条件 会被创造出来 所以我想经济跟环保 它未必是那么的冲突 未必是冲突的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 来给我们跟我们分享 真的让我们对于空物 有更多的思考 我们台湾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位置 我们应该去想想 这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经济跟环保未必是冲突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 让我们的思考更加的活化 我想这个环保跟经济 它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可以去发挥的 未必都必须要去牺牲我们 还有我们下一代的健康 是没有错 没错 那再次感谢您感恩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地球真实感恩